北京澳组委决定香港协办的奥运马术比赛 选手村会设在沙田的帝都酒店 希望到时整个区都充满奥运气氛 驻北京记者余安琪说 奥运期间本港将会协办马术项目 北京澳组委选定沙田的帝都酒店 为香港的奥运村 等三百多个奥运选手居住 至于裁判和传媒 就会住在沙田的麗豪酒店 奥运村7月26日开始 运作一个月 奥组委说香港奥运村 一样会有北京的奥运气氛 靠近场馆 离场馆较近的这些地方 都应该有奥运会的氛围 虽然奥运会只有一个项目是在香港 但是也应该让这些运动员有同样的经历 至于北京的奥运村 现在已经大致完成 可以容纳16000多人 今年的7月27日启用 北京奥组委希望 北京和香港的奥运村 除了提供住宿服务之外 也都可以等运动员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奥组委在北京奥运村也预留了地方 等大约7000个传媒入住 亚洲电视驻北京记者袁安琪报导 刘晓宇现在就在沙田的帝都酒店那里 阿姨 酒店方面有什么准备工作 是的 李涂 其实酒店已经开始了一些筹备工作 比如说运动员到底吃什么 酒店方面已经订好了一些营养餐单 并且交给澳组委看看 需不需要按不同国家运动员的饮食习惯 去作一些修改 另外酒店方面也会加强保安 比如说增加保安员的巡逻 除了在这里入住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 其他人一概都不可以进入酒店范围 现在看到这个酒店的入口 到时也会有警员站缸 铃近沙田比赛场地的沙田帝都酒店 7月开始会摇身一变 成为O1马述比赛选手村 运动员会被安排入住这些300尺的房间 可以望到城门河景色 除了住得舒适 亦都要吃得健康 比赛期间运动员会到这间咖啡室 吃营养餐 餐单已经交给澳组委过目 其实我们的餐单主要都是以熟食为主 都是以营养、卫生为主要 太多生物会怕运动员可能水泡不服 另外我们食物里面都加回一些 香港或者中国的食物 例如点心 对运动员来说 健身室也是最适合的地方 如果要上酒店房 都需要先用时刻拍一拍 之后再按自己锁住的楼层 至于其他楼层 就按不了了 可以确保在奥运期间 选手不会受到滋扰 到时也有警员在酒店入口站缸 加强保安 至于裁判和传媒 就被安排到丽豪酒店入住 由酒店去沙田的比赛主场馆 车程15分钟都不用 酒店预留五百多间房给他们入住 这间多功能厅将来会用来做传媒中心 在这里可以收看奥运马术的直播 酒店方面说会注重保安工作 他们又会安装多71部闭路电视 和增加人手 确保奥运马术顺利举行 谢谢大家